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在這一節我們就講講關於本港的消息 近來新兼行政會議成員的 立法會議員葉劉淑儀 風頭可以說是一時無兩的 為什麼呢 因為他幾乎每一天 都走出來公開發言 或者是投稿去到報紙的時候 就是針對BNO的議題 他就是要抵制這個BNO 就是要解決這個所謂雙重割席的問題 昨天林鄭竟然公開跟他這些意見割席 就說在行會裡沒有談過 來到今天 連自由黨黨魁鍾國斌 都說商界對於他的建議 感到擔憂 連經文聯的梁美芬被記者問到的時候 他都不敢一口 答應支持葉劉的建議 好 葉劉後來就說 他的意見純屬是個人意見 說下去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 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說說葉劉今天又說了什麼 他今天又出席了港台的 千禧年代的節目 他在節目當中 提到 說他近日建議 取消香港容許雙重國籍的安排 純粹是針對 稍後通過BNO 在英國住滿了6年之後 取得英籍的香港人 並不會影響現時 持有外國護照的人 葉劉就相信 大陸政府如果是有相關安排的時候 將會再進行釋法 至於釋法的範圍 會不會影響 BNO之外的其他外國護照持有人 葉劉就說要視乎 大陸當局的想法 他又說 香港社會近來對他的 建議有情緒化的反應 而他聲稱 自己只不過是幫助移民人士 要想清楚離開之後有什麼效果 葉劉說他自己是幫助這班人才是真 虧他說得出口 臉不紅耳不赤 喂 大哥你幫助人還是靠害 毛利頭就說要吊銷別人的永久性居民身份證 瘋奪別人的居港權 實際以往都沒有這個安排 現在時商界又發聲 林鄭又和你這個建議割蓄 好心你就接了 現在不知道他究竟 這個純粹是他所說的個人意見 還是大陸有些人想通過他的口 來放風 照計如果要放風的話 找HK01就好 怎會找你葉劉 你葉劉到底在這裏博什麼呢 博表現 博做特首 你都七字頭了 我不知道你博什麼 你就一尾在這裏說這些 叫做表忠 不知道怎麼辦 總之 林鄭的反應都很回憶 老實說 他回答記者的時候 是這麼說的 他就說 有關的說法 是由一名行政會議成員提出 但是行政會議 並沒有討論過有關的問題 是 他只是這一句的內容 就已經足以反映得到 馬上和葉劉的意見割了一隻 同時來說 就有兩大問題 第一 行政會議 一直都是採取這個保密制度 就是說 到底行政會議裡面 有談過 還是沒有談過 某一個議題 照計就不能夠公開來指出 這件事大家都明白了 就算是過去那麼多任的行政長官 他們都不會主動地交代 到底在行會有談過什麼 或者是沒有談過什麼 現在就明顯地要和葉劉的意見 是割蓆的 第二個問題就是 葉劉身為行政會議成員 他經常有很多話說 坊間就稱之為大嘴巴 那隻 胡說胡說 原來這個行會成員 又代表不了你特區政府的意見 以前的行會成員 就不會說那麼喜歡自己出來 各吹各的調 各說各的話 給人感覺你根本上整個行會 就是分崩離戚 原來都不團結 以往的行會成員是很低調的 有什麼意見就在行會那裡拆掉 談到他 就算行到出來 到最後行會的意見和自己的意見是有很大落差 只要你一天不辭職的時候 行會的意見就等同於所有人的意見 因為是行集體負責制 現在就不是的 好像各有各講 現在行會的集體負責制和保密制度 是不是已經蕩然無存 算不算是禮巴惡壞 至於林鄭為何要這麼高調和這些意見割蓆 當然很多人就會聯想到 是不是跟他老公和那兩個兒子 林家那三個人是有關的 因為那三個人到現在仍然擁有英國國籍 你這樣業縫起來搞一搞的時候 大家都聽到了 他就說到底釋法範圍有多寬呢 就是視乎大陸政權決定 如果釋法範圍是很寬 涵蓋了所有持有外國護照的人士的時候 就只是波及了林鄭的老公和兩個兒子 你現在業縫講就說只是針對BNO5加1的人士 問題就是當你那個權力沒有制衡的時候 現在就先動這個BNO5加1 就說他們的居港權 遲些一進英籍就會吊銷 遲些會不會動其他人 那些人是會擔心的 我猜商界也是擔心這件事 你澄清也沒用 因為掌權那個不是你 你現在作出這個建議開了一個頭 是叫做開了一個很壞的頭 無需拿來衰 那你就會令到那些 原本已經是雙重國籍 甚至乎有少數是三重國籍 有這些人 拿三個不同地方的護照 那些人就會很擔心 因為你的權力也沒有制衡 你現在就說動BNO5加1 遲些就動他 等同宣誓那件事 我經常都說 他今天叫得公務員宣誓 他都未曾公務員宣誓得完的時候 他又已經說其他公職人員要宣誓 他是不會停的 他一定會擴展下去 他不會突然去到某個點 因為沒有人制衡他 他一定就是會不斷膨脹 你現在說針對BNO5加1 別人都不相信你 你一動到別人的核心利益 自然有很多人出來發聲 說你是什麼派密派建制派 葉劉今天在港台節目的時候 還有說 他有關於BNO的建議 純粹是他個人意見 他沒有跟特區政府 或者是大陸的官員討論過 情緒說要幫香港人去想 不知道他有什麼好想 我們又看看自由黨黨魁鍾國斌 那個意見是怎樣 他今天就接受了商台節目的訪問 當談到近日雙重國籍的問題 對商界有什麼影響 鍾國斌就說 反應當然是大 他說在97之前 有不少香港人擔心 回歸之後的未來 不知道會是怎樣 所以就去了移民 但是當時的大陸政府就派定深遠 就說容許拿到外國護照的人 就回香港營商 使得有不少人 就在拿到這個護照 就是入了籍外國之後 就回流回香港 繼續經商或者是工作 鍾國斌就說這一班香港人 就成為了維持香港繁榮穩定的 鍾樓底柱 他就相信 如果真是推出一些反制雙重國籍的措施的時候 就將會對本港的政治和經濟 會有很大的影響 鍾國斌又指出 這一批鍾樓底柱 不少在香港社會上 都是屬於具有影響力的人士來的 鍾國斌就相信 本港有超過100萬的市民 是擁有多重國籍的 他就質疑 當動到這個雙重國籍問題的時候 定深遠的效應是不是會失效呢 鍾國斌也提到 如果那個措施不只是針對英國 而是針對所有國籍的時候 就會變成一足高打一船人 他就說可能有些人這次就叫葉太出來說幾句 試一下水溫看看反應 這樣說 實情鍾國斌那個反應 完全就是代表著商界那種擔憂 你葉劉就是說這些 老實說就算你現在說這些措施只是針對BNO 商界都不是說懵得那麼膠關 做得生意的人 一向都聰明過鬼 你這次隔著尾人就知道你想怎樣 你現在就說想移動那些BNO5加1的人 你移動一下會不會移動其他那些 沒有人是保證得到的 好了 接著就說說這個經文聯的梁美芬有什麼意見 記者問他有什麼看法的時候 他就說 國籍的問題 他們都在談 但是最終是不是葉劉的方向 他說都要想 未知針對面是不是要全部都是那麼闊 那就是要想到才能回答你 就是要等命 其實到現在都不是最終拍板 如果梁美芬的反應是真實的話 即是說還沒談 其實中國賓還說的一件事都是值得我們關注的 他就說 當你提及到取消國籍 或者涉及投票權的東西的時候 他說商界就是以藍營為主 取消了的時候可能是沒有好處的 他就說有兩本護照的人 其實很多都是愛國愛港的人士來的 就是護照就持有兩本 已經是入籍外國了 孫了勢 但是仍然是愛中國愛香港的人士來的 那麼葉劉現在這個建議就變相 有可能是會觸及到這一幫人的利益 如果你搞搞搞搞到最後 所有雙重國籍都要取消的時候 當然不僅是那些人做不成裸官 因為到其時 那些有外國國籍的人 即那些家屬 他們就要選定一邊 而且這一幫中國賓所說的愛國愛港商人 又要選擇 你是觸及到這一幫人的利益 所以葉劉搞這些建議出來 就等同於是跟這一幫人攬炒 相反你說五加一的人 如果他是鐵下心牆要離開香港要移民 你有沒有什麼投票權 什麼什麼權 他也是要扯的 你能夠留得到他嗎 憑著這些東西 是不行的 其實你是攬炒了那些傢伙 人家真的多得你不少 好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